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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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凯莉 多人都在想說 那催眠到底是什麼感覺 她是不是就睡著了 她去哪裡了 催眠這種感覺 有可能比較像是 回到了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地方 你只感受得到你自己 原則上你就是在一個比較 可能是空無的境界 所以很多人說 我沒有看到東西 老師我這樣算被催眠嗎 有的 那個空無的境界 只要你是有感受的 例如在那時候的感受是休息 那時候的感受是圓滿 那時候的感受是害怕 那時候的感受可能是低潮低迷 或者是高昂幸福感 只要你有感受 哪怕是空無一物的畫面 你都是在催眠狀態裡頭 還有哪一種東西 算是進入到催眠裡頭 有畫面 有畫面 所謂的畫面 它很有可能是 就像你在看一部影片一樣的畫面感 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那一整個的故事的情節 有可能你是故事的主角 有可能你是觀看故事的人 有可能你在裡頭進行這個故事 有可能你一直在切換 這個是有畫面的 再來第三種 有可能切換來切換去的 有可能一下有畫面 一下沒畫面 一下又好像看到煙 看到光 你會說老師我這樣子很奇怪 到底有催眠成功嗎 一樣的 只要你有感受都是有催眠成功的 可以來體驗看看 接下來有些人說老師我睡著了怎麼辦 有時候一個不小心 drop into哪一個地方呢 就睡著的那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潛意識覺得你太累了 平常可能都沒有好好的休息 在這個時候 進入到了一個 比較讓你可以休息的睡眠狀態 可是很奇妙的是 很多人一睡一睡之後 凱莉說五四三二一 你會醒過來 她眼睛就張開了 完全沒有違和感 所以你說說看 她是睡著了嗎 可能也不是喔 她只是在那一個小小的片刻當中啊 她休息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 有些人啊 在那一種她以為的睡著狀態 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 因為呢有時候我們的催眠的話題 或者是潛意識要引導你去的那個畫面 會比較容易引導到你的創傷的內在 什麼叫創傷的內在呢 有一些過往你其實是不太想要去面對了 你會太痛了 所以有時候呢 尤其在我們做團體催眠的時候啊 也會蠻容易出現有一兩位 她就直接可能呈現一個睡著狀態了 其他很多人都很有畫面感 那其中一兩個可能沒有 那是因為他們觸碰到了 她有一種創傷的機制 例如她小時候可能不想面對她母親 對她的一些原生家庭的那一些痛感 那我們講到母親議題 或者是講到溫暖感議題 或講到自我認可的議題的時候 她在那個時候就自動休眠 這個也有可能 所以呢那有沒有被催眠呢 那剛剛那種狀況 自動休眠或自動睡眠的人 有沒有被催眠呢 有的因為她還是有她的效果 例如自動休眠為了避免創傷狀態 她自動休眠的人呢 她在那個時候本身 她也可以去理解 原來她對這個議題可能是有避免的 那她在醒過來了之後 可能面對生活中的一些 關於這方面議題的小事物跟日常 或許她會多一點關注力 這個就是催眠的效果 然後再來第二個 當她自動睡眠的那一種 你橫數平常都睡不著嘛 你自動睡眠了之後 其實你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這個就是潛意識要讓你得到的效果 凱莉呢就在常常的催眠課程 或者是一些日常的催眠講座 只要有連續有一直來參加的同學啊 其實都會很明顯的發現 她本來很容易失眠睡不著的 參加了幾次之後 她就會變得比較容易進入睡眠的狀態 改善了她一直以來的失眠的困擾 那這個就是潛意識 經由催眠的過程 讓她進入的這個休眠狀態 睡眠狀態的時候 讓她生理機制重新調整 所以你說睡著就沒有催眠效果嗎 其實是有的 只要你有好的感受 或者是有一些值得讓你引發深思的感受 原則上都是成功的催眠喔 其實催眠本身就是 就是利用改變你腦波的狀態 然後進入你的潛意識當中 然後讓潛意識來帶畫面給你嘛 坊間她可能會有一些設定好的議題 例如她要去看你的內在小孩啊 或者是要去看你的前世今生啊 或者是金錢靈氣啊 這些我們大家比較常會看到的一些議題 那有一些呢 其實呢是不太有主題性的 你其實人就來了 不見得有特別的目的 因為有時候人啊 他其實不太知道當下該怎麼辦 他其實很像就來當一個 咨詢諮商聊聊天的狀態 他想要知道到底他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候催眠呢 他可能就會直接帶入你到一個 你其實很需要的催眠的情境當中 那這個催眠的情境呢 一樣他也有可能是會挖掘出 你可能小時候的議題 或者是可能帶你到了所謂 其實我們也無法考證的前世 也有可能讓你看到未來的自己 然後也有可能到了一個 比較封閉的內心內在小孩受傷的部分 去敲敲他的門 把他好好的引出來抱抱他 這一種自我療癒的部分 所以什麼議題適合催眠呢 人生中大小事 舉凡你自己呢 缺乏什麼自信啊 美麗啊 自我觀感不佳啊 如何讓你去理解 其實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能夠帶給你好處 逆轉勝的部分 那還有哪一種 潛能開發的部分 你不知道你原來擁有這麼多的天賦與潛能 是在什麼時候 可能經由在你小時候的哪一個階段 或者是成長過程的哪一個階段 把你埋沒了 你自己把它隱藏起來了 重新探索出來 還有可以去創建你的心靈花園 什麼是心靈花園呢 我們總是需要有一個人生心靈的避風港 不然我們一天到晚都在尋求別人的港灣啊 哎呀那不是發生了很多 其實求而不得的痛苦嗎 如果你自己就有一個美妙的心靈花園 你隨時都可以接觸自己 那不是很好嗎 這個催眠也可以幫助到你喔 然後接下來呢 有很多的人生當中 是不是失去是一個最難的痛 失去是一輩子在身上抹不掉的痛 失去的議題 失去什麼東西 人生中的摯愛 摯愛有哪些 包含你的毛小孩 你的親人家人 或者是你重要的人 你的伴侶 或者是你失去的前任 這一些的摯愛議題呢 它是如何讓你一直在現在都還隱隱作痛 你想了解嗎 你想要把這樣子的痛 轉化成升華成 其實可以讓你的人生 可以再繼續往前的美好的回憶嗎 或成長的一些養分嗎 而不是只是讓你身陷在痛苦 然後思念 難以呼吸的狀態嗎 最常見的還有內在小孩的療癒 那就會牵扯到很多的原生家庭的部分 也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那會告訴你 如何你從怎麼樣的長成環境 演變成什麼樣的你 那周遭的人在那個時候 跟你的交流的劇本 你想對他們說的話 或你希望他們怎麼樣對待你 如何去重建自己最美好的內在小孩 安撫他 因為你長大了 他是不是也可以長大了呢 改寫人生劇本 他是用我們的催眠技巧來去把它執行完成的 就是正面建議正面強化 還有最後的 蘇醒之前的一些正面植入的東西 來去改寫你的人生劇本 直接從你的潛意識去調整 否滅掉現在一個你覺得自我不完美的狀態 然後重新把軟體更新 你的心靈軟體更新成新的版本 你想要知道嗎 這些催眠都可以幫助你喔 OK 那如果呢還有想要什麼樣的議題啊 希望凱莉能夠跟大家多做介紹的啊 麻煩在我們的留言處啊 留言下來 好我會置物不言永不盡喔 然後如果你想要做催眠的話呢 也歡迎來找我 如果想要上專業課程的話 剛剛我們所說的這所有的議題 在我們的課程裡頭都會擁有 OK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